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Mina,坐标美国南加州的一名地产经纪人和注册会计师 那么来美之业安家除了要考虑房子本身的状况以及升职空间之外 周边的基础设施还有出行容易动等等这些 很多很多来美之业的家长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房子的学区所在了 那美国呢除了有完善的公立学校系统 私校的选择也是非常多的 今天呢Mina就着重跟大家聊一下美国的私校 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都有什么优缺点 首先呢先说一下公立学校的优点 公立学校呢比私立学校最大的优点就是学费机 更容易负担得起 而且呢与一些小型的私校相比 公立学校的课程呢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化 客户活动呢也会很多 那么公立学校的设施呢也会非常的完善 一般呢公校都会有运动场和游泳池等基础设施 还有呢公校会更好地做到在学生的种族 以及文化的多元化教育 那么公校的缺点是什么 一般来说呢公校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班级人口数较大 学校呢也经常是人满为患呢 可能没有足够的老师给学生 那么学生和老师的比例可能是较高 也就是说照比私校 公校中每个老师要负责更多的学生 那这种大班授课呢可能会导致老师无法更好地注意到个别学生 班级归拥挤呢也可能会导致老师忽视个别学生的学习问题 另外呢公立学校比私立学校的纪律性可能会更差 而且呢可能没有私校的资源性更好 好现在呢让我们来说一下私立学校的优点 私立学校的学术课程呢一般会更加有趣 对学生来说呢可能会更加有挑战性 更加有针对性 那有些呢是宗教性质的私校呢 会提供常规的宗教课程 比如说一些学校要修Bible 也就是圣经课程 那私校呢一般班级尺寸较小 所以说呢老师可以更好地关注到每一名班级上的学生 私校的纪律性呢通常要比公立公校更加严格 假如说有孩子不守规矩 他们可能非常有可能会受到处罚 甚至会被学校开除等等 那么私校的资源呢很多时候都要比公校更好 私校的一些基础设施 比如说电子计算机啊 图书馆的课外书籍啊等等 会比公校更容易被学生使用 还有呢就是大部分的私立学校都比较传统 这呢也会让学生更加重视这个传统文化 所以呢得以延续 最后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上私校的孩子们通常会通过校友会 在毕业后有一个更成熟的网络 也就是常说的关系圈子 那私校都有什么缺点呢 第一大缺点就是学费贵 私校的学费呢要比公立学校贵得多 所以说很多父母啊负担不起送孩子 上私立学校的费用 还有呢就是很多上私立学校的孩子呢 都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啊 这些呢就可能会造成那些中产阶级的孩子 有一些压力啊 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没有宗教信仰的孩子 读宗教信仰的学校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不适应 那我们说公校非常多元化 私校呢很多情况下 种族混合呢会比较少 文化教育呢会比较局限 另外呢私校的传统可能也是一个弊端 因为这个课程过于传统 限制了有些孩子的想象力 以及发展空间 当然了这些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优缺点这些呢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 选择学校呢还是要选择适合你家庭 适合你孩子未来发展的学校哦 好了现在呢让我们来聊一下 在美国要怎样去选择一所私立学校 众所周知啊公立学校的选取呢相对比较简单 一般都是跟着学区走 可以参考学校的评分 一般在Gray School啊 Nishi这些网站上都会更新 每个学校每年的综合评分 那私校呢通常是没有评分的 也并不划分学区 失去了这些辅助 我们家长到底要如何去选取一所适合的私校呢 那么在私校的选取上啊 首先我们最先要考虑的就是私校的预算 还有位置 私校的学费呢可能从几千到几万美金不等 那么学费的预算呢一定要在自己能负担的能力范围之内 这呢才是比较理智的选择 学校的地理位置呢离家也不要太远 这样每天上下学 接送孩子 甚至孩子将来自己上下学也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 理想的距离啊是开车二三十分钟内可以到达的 然后呢要考虑学校是否有宗教信仰 比如说基督教 天主教 甚至是犹太教的私校 那你要考虑你的孩子 适不适合在这种宗教信仰的环境内读书 接下来呢就是要考虑班级的人数以及师生比例 传统的看法是班级越小 班级尺寸越小越好 那这呢也就意味着每个老师会对应照顾不少的学生 那么老师的能力和照顾范围呢 都是有限的 缩小你的班级尺寸 等于说每一个学生呢会分配到更多的关注和老师的照顾 这呢也方便老师记录 以及和家长沟通学生在学校的情况 接下来呢可以咨询学校的consultant咨询师 问他们聘用老师的标准 因为呀私校并不同于公校受到一些标准的限制 私校呢有自己的系统和标准审核老师的受聘能力 所以说呢家长提前了解一下也是有意无害的 然后呢还要了解一下私校的课后活动以及文化氛围 这呢以便了解孩子以后在这环境可能的适应程度 还有发展情况 然后呢最主要的也就是我们大部分中国家长 最关心的就是成绩了 那么私立学校里面的学生的成绩 你可以看毕业生的大学录取率是多少啊 或者是高中生的毕业率是多少啊 毕业生被哪些大学录取啊 这些信息呢大部分情况下可以在学校的网站上找到的 那说完这些提前考虑的 当你锁定一所心仪的私立学校之后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去学校参观一下 physically的去tour一下 那你呢可以比预约时间提前到场 观察一下学校的大厅啊操场啊 学生课间和课上的表现啊 看学生与学生之间或者是学生与老师之间是否有互动 再观察一下学生们是否开心 状态是否良好和健康 眼见为时对吧 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聊一下 我经常听到客人们说起的 他们去就读的一些私校啊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tvt 这所学校呢在尔湾市内成立于1991年 是犹太教的学校啊 从学前班一年级到12年级直升的 学前班呢五年级呢划分为一个校区 六年级呢到12年级呢为一个校区 很多来尔湾购房的家长们呢 都是慕名而来哈 这个tvt的名气很大 那在2021年呢 Nishi上的排名也不差哈 那一到十二年级私校呢 全加州排第九名 Overall的总评分呢是A家 家长评价呢也14.5星高薪评分哈 失神比例呢为1比9有697名学生 每年学费呢差不多是31260元 tvt呢位于南尔湾 Tudorak乌龟岩的附近 接下来呢让我们说一下 Sage Hill School 那这个学校呢位于Newport Coast 新港市创建于2000年 学校呢是9到12年级 就属于私立高中了 Nishi上在私立高中的总评分 以及评价也是非常高的 在加州私立高中排名第22名 Nishi上A家和4.5星的评分 那成县的私立高中里呢 它是排名第一名的 失神比例呢为1比10 有545名学生 每年学费很高啊 有42,510元 那Sage呢离尔湾的Turtle Ridge 乌龟风很近 南尔湾以及新港的家庭呢 很多都去这边上学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说一下 Saint Margaritas Episcopal School 这一所学校呢位于成县的 三幻Captorano 创建于1979年 它的名字呢是为了纪念 十一世的苏格兰 马格丽特女王 这个马格丽特女王啊 也是教育的赞助人 马格丽特学校呢 是一所基督教的学校 在洛杉矶地区的 私立基督教学校里 排名为第一名 Niche上呢 加州一到十二年级的 私立学校呢 排名为第十三名 评分呢是A加 四星 师生比例呢是1比8 有1250名学生 每年学费呢 差不多是33,860元 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聊一下 Sierra Canyon 这一所私立学校 位于Chattworth 成立于1978年 屡获殊荣啦 波特山庄隔壁 也是学前班 一年级到12年级直升的 在2021年呢 Niche上 加州排名为第十名 洛杉矶排名为第五名 评分呢 为A加 4.5颗星 师生比例呢 是1比10 有1076名学生 每年的学费呢 是37,700块 那托尔兄弟呢 在波特开发了 那么多漂亮的新盘啊 虽然说 波特公立小学学区 初中 都有十分的评分 但相信很多把屋子 买在那边的家长呢 也多了一个非常好的 私立学校的选择 就是把孩子送到 Sierra Canyon去就读 接下来呢 让我们说一下 Chad Week 那我有拍过一所 罗林三庄的看法视频 我提到过一所 著名的贵族学校啊 就是这一所了 位于PV半岛的 Chad Week School 这是一所老牌学校的 1935年便成立了 那么它呢 有1到12年级 Niche上 在2021年的评分 排名为 加州第六名 洛杉矶地区的第二名 那它呢 有A加的评分 4.5星的好评 师生比例呢 是1比7 全校呢 仅有858名学生哦 每年的学费是 38,077块 最后呢 让我们再说一下 Polytechnic School 这所学校 位于Pasadena老朝 成立于1907年 更加老牌 Niche上排名呢 加州第三 洛杉矶地区第一名 A加评分 4星好评 师生比例呢 仅1比7 然后呢 只有859名学生 学费呢 一年是37,500块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只是一些基础的 私校的信息分享 如果你对哪个学校感兴趣 可以去学校的官网 Niche 或者是Wikipedia上 查询更多的信息 包括查询学校的 学术啊 师资啊 设施啊 文化啊 甚至是体育这些方面 具体的评分调查的门 多做一些深入了解 最后呢 再提醒大家选择私校 并不是选择最贵的学校 或者是盘运最靠前的私校 而是综合你的小孩 以及家庭情况 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 去选择最适合你们的私校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希望以上介绍呢 能给你更多的一些 男家私校的信息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转发加点赞吧 我是Mina 感谢收看 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